因为大世界来关心美国德州南部发生了重大枪击事件 枪手闯进校园行凶 总共造成19名孩童以及两名大人死亡 远景获报到场之后随即将枪手击毙 警方指出枪手疑似先在家里枪杀自己的祖母 接着才到校园犯案 初步排除有其他的共犯 至于犯案的动机还有待联系 目击者拍下枪手最后身影 他持枪进入校园打开杀戒 美国德州当地时间24号中午左右 为在德州南部的尤尔瓦迪镇罗伯小学 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 住在当地的18岁枪手拉莫斯 疑似在家击毙自己的祖母后 在驱车前往小学犯案 宁静小镇惊传枪响 家长心急如焚赶到现场 试图冲进校园 这名女子听闻孩童死亡的噩耗 贪坐在路边抱头痛哭 还有家长迟迟找不到小孩万分交集 枪手闯进校园杀害师生 警方获报到场随即将枪手击毙 警方与枪手撥火过程 有两名援警中弹 幸好伤势并不严重 这是继2012年 康州山迪胡克小学 26史枪击案之后 美国史上伤亡 第二惨重的小学枪击事件 警方初步排除有其他共犯 不过枪手犯案动机还有代理性 陈文人编译